纯白和弦哪些角色强度比绝强? 纯白和弦游戏里面有超多的丰富角色,可以选择。 不同的角色有助不同的技能和玩法。 该如何选择呢? 下面就来介绍下纯白和弦角色强度排行。 想要玩破解版本的玩家,可以通过UXOX.COM进行体验。 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 纯白和弦角色强度介绍 1.亚加特 新手开局送的 后排物力 被动加暴击几率 大招群伤心平 伤害中贵中矩 有扇体有群伤 万斤油 2.卡门 前排战士 很强 非常强 被动加攻击 技能平A多段伤害 全技能扇体伤害 小技能强化大招 戴各龙中学域伤害恐怖 现实战力稳定身心 基本上必带 3.马克白 限测试唯一一个可以称的上算是前排肉盾的角色 前到两天就送 被动减伤 魔化强化技能伤害 有扇体有群伤 环可以召唤骑士 也是万斤油前排 4.苏格兰 罗利控必招角色 扇体爆发很强 被动用5次技能后 全体持续掉血掉的真的蛮多的 新增自身100%的暴击 持续3秒 强度也算很高 听悦和阿卡弗利娜搭配有奇效莫试过 谁来试试 但现阶段只有抽卡才能获取 相比绝其他角色获取管道绝挪 不推荐 5.冰女 后排扇体法师 大招强化自身 大招旗舰用其他角色大招后 自身大招就解除了 不知道是不是bug 在纯白和咸手油中 扇体法伤可观 环有扇体控制 被动提升魔法伤害 可以在后排补法伤和控制 和苏格兰一起上阵 月罗双修 起步美哉 6.镰刀女帕米娜 被动流血 技能扇体多段伤害 伤害一般且获取管道绝 挪不推荐 7.赛科 混伤法师 召唤师 环可以对地方提供简易效果 被动召唤魔物 召唤物并不吃香 自身控制输出不稳定 不推荐 8.罗斯巴特 新手刷图易解 后排群体输出法师 被动有几率提升法术伤害 技能群体AO 面板绝高 但是后面低图主要是前排物理伤害 但是完全可以担当后排法术输出的位置 缺点末控制 且大招费总巨高 容易卡手 9.仓鼠炮没欠 后排混伤 小技能都是物理 大招居然是法伤 一技能砍一刀伤害剧低 然后召唤灵智两只仓鼠 你懂的 大招群体法伤伤害一般 环末控制定位尴尬的角色 10.黑天鹅 黑天鹅本身虽扭的平级却有助SSR的实力 前排物理 平A技能多段伤害 伤害高爆发高 配合白天鹅额外有助罗斯巴特的青涂技能 11.白天鹅 白天鹅有奶有控制 虽然有人吐槽奶毒一般 可仍然是最容易获取而且稳定的奶妈了 群控很强 这个组合绝对贴灵级别 二者都容易获取 阵容最好以黑白天鹅为猪发电 加卡门再带个后排补法伤和控制